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因为那次高烧 我不仅烧的不会走路了 而且差点烧的都活不过来了 然后就是家里人带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也没查出什么病因 大家都以为我缺钙嘛 然后医生也给我开了一些钙片 回来之后呢 吃了有两三个月吧 那时候的确可以走路了 就是走得慢而已 也没太重视 就以为就是缺钙 然后慢慢地就形成目前这种不可逆的状态了 这个会影响到你后来的比如说读书啊 生活啊 读书的时候的确也挺苦的 老师就是有时候让同学们上讲台去写字的时候 我就记得就是别的小朋友因为比较高嘛 然后人家就在黑板上写字 然后我呢 就是稍微矮一点 然后在那个黑板下面那个土墙上 就在上面写字 然后一直就是爸妈对不小妈 我爷爷经常接送我上学 对我就是学习啊 看得很重要 他就一直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然后那时候呢 我也就是很认真地去读书 就是读书还挺好的 他就坚持让我上高中 然后我就上了高中 那可能小学时候还没有那么的明显啊 大家都想想呢 上了初中高中 其实这种和别人的不同 就特别的明显了 对对对 从宿舍到学校的时候要过一条马路 那个马路还挺长的 就是从那时候啊 我就就是感觉很自卑 哦 也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走到马路上的时候啊 就是很多人 比一下火简单 拜托 那边 标准了 比较小来 烦的几学 里面 更是挺少的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 也就是 老鼻子 大家能够哪 偷得 9个状态 透过的 垂合 是吧 然后就把生气洁 学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想给家里的增添负担了 然后我就没有想着去读大学 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读了一科专科学校 然后当时是学医的 回来之后我爸说让我在村上开一个诊所 但是我别看我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我就是不想干预这个命运的安排 年轻的时候就是想出来闯一闯 嗯